被害女大生母亲更在脸书写下心情 不知道是否太过悲伤 连上帝也在哭泣 一审判决死刑结果出炉 针对另外一位被害女生 强制性交未遂 判有期徒刑两年十个月 而马国女大生遭杀害 嫌犯强制性交故意杀人 判死刑加尺夺公权终身 而弃失罪有期徒刑两年 一审宣判执行死刑 历经一年多的征审期间 都没有承认过她具有杀人的故意 地缘强调嫌犯长期蹲点埋伏 还上网学习上吊结属于预谋犯罪 勒住女大生颈部窒息死亡 手段残忍 还用女大生的手机去加油 悠游卡买餐点 犯后毫无悔意 乱后未坦承自己错误 再犯几率超过50% 长期蹲点找若丹女子 社会危害程度大 总结五点判死 再犯性侵案件 或是其他暴力犯罪类型的几率高达50%以上 传出嫌犯曾经写信回家 声称愿意以命偿命 但杀害马国女大生 没有悔意遭判死刑 权案还可再上诉 金黄逊红凤人高雄报道